在全世界最北的小鎮 Long Yerby 有一種特殊的交通工具 那就是狗拉的車子或雪橇 所以這裡有很多狗 這次我們也參觀了其中一間狗園 我們到達的時候 剛好是狗的用餐時間 所以我們也看到了比較原始的一幕 狗園的主人正在切金魚肉和海豹肉 來餵狗吃 有一點難以相信 但這就是這裡的生活方式 我們也尊重 這就是最後一個 我還不知道 喔 狗狗 可以坐在這裡嗎 可以嗎 可以 可以 如果狗園沒有回到來 好可愛 天啊 天啊 好可愛 小狗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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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們在這一隻要吃 海豹 海豹 這裡都有海豹肉的那種 特殊的味道 我覺得有點 然後看到這些鞋子 這些東西有點恐怖 但是這就是他們吃的 什麼?這就是那種小狗狗吃的 小狗 他們小的吃 然後我聽說 我跟那個他們的主人他們說 其實天氣到10度已經 他們已經受不了 你要吃我的豆粉嗎? 不要 不要吃我的豆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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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味道讓我覺得有點心 喔我沒有包卡 這裡的東西 好可愛的小狗狗 怎麼這麼可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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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啊所以他們說 他們在這裡養大概 三百隻狗 在這裡不同的地方 然後那些狗就 他們主要吃海豹 還有鯨魚的脂肪 還有他們的肉 所以 很特別 然後他們也不能在城市養狗 他們必須在城市外面 所以我們現在也離城市 要一段距離 昆布下面有什麼東西 你會像小狗狗嗎? 你會像小狗狗嗎? Svalbard是一個群島 這裡的面積是大概瑞士或丹麥的三倍 但是只有15%的面積有一些植物 60%是冰川 那剩下的是石頭 沒有什麼植物的那種石頭 但是雖然看起來 是蠻空的地方 但是也不要以為這裡什麼都沒有 因為這裡的植物雖然很少 但是他們也蠻有趣的 那這裡的動物也是非常特殊的 非常非常非常有趣